我国公路预计最快在2020年10月出现无人驾驶的公共巴士 陆路交通管理局上午和新科动力签署合作伙伴协议开展这项计划 其中新科动力将研发两辆40个座位的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测试地点可能设在豫廊岛或国大校园内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科动力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开展为期三年半的无人驾驶巴士测试 这款巴士长12米 最高时速是60公里将分三个阶段研发 巴士采用三个门的设计 也设有轮椅空间让行动不便的人使用 试行地点可能在豫廊岛或国大校园内 初步测试将在非繁忙时段 这两辆巴士将安装全球定位系统 感应器 雷达 以找出巴士的所在位置 以及侦测周围的车辆和行人 新科动力圣桃沙发展局和交通部也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在圣桃沙试行四辆无人驾驶小型巴士 每辆可载15到20名乘客 参与测试的有两款巴士 最高行驶速度分别是每小时45公里和80公里 访客只要利用手机或岛内的资讯服务柜台来预定 就可以乘达无人驾驶巴士在岛内穿行 三条拟定的路线分别在丹荣海滩 巴拉旺海滩到西洛索景区 以及圣桃沙高尔夫球俱乐部到英比奥山顶区 整个测试为期两年 读道路优优独播剧场上